他現在改法說 包括但不限於牌照編號及牌照有效期 這個寫法是最差的寫法 我覺得 包括但不限於整個 但變成可以有很多東西 然後要你調查 這是最差的寫法 你回應法律庫問的要求你澄清 我覺得這個 你將附表4第1庫細A條 改成這樣 我不能接受 明白 所以這個修正案 我們好像剛才所顯示的資料 你的牌照的序號 你的持牌人的名字 你的持牌處所的地址 還有你的牌照的有效期 我相信這些關鍵的資料 大家都沒有異議的 而這些關鍵的資料 都是顯示在牌照上 它要張貼的 其實我們回去修正案 就反映這些 我們覺得嚴重 你這個包括但不限於 類似的 因為最初只有兩個 我在另外一條法案 在法案那裡 我都提過這些問題 要改 這些文法 確實很好 不過不要緊 你現在都接受了這個意見 這個就應該不要再出現了 OK 你那個回覆就是 這一段的說法 任何人如處置 安放在骨灰 安置所內的骨灰 須在故及對有關死者的尊重 及其尊嚴下行事 你說這是一個主導的原則 這是一個法例 對吧 所以法律顧問問你 那是否要有些直接的法律效果呢 如果沒有遵守第五十七條規定 這是一個法例 然後你的答覆就是 在第六十七條 就是 莫解除其關於處置 安放於 改骨灰 安置所內的骨灰 的所有責任 沒有來拉奸 對吧 你這個六十七 怎麼可以取代 這個五十七呢 請問 是嗎 我不明白 他不是取代 關乎他 那裏有規定 但沒有罰則 那裏有規定 然後你再說 要合乎體統 合乎體統 前面說了這五十七條 要不再說 第十三十二章 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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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 你只跟我說六十七 就行了 你說六十七 跟五十七的關係 就行了 那五十七的關係 先不要說罰則 那他不用承擔法律效果 你是一個主導原則 法律怎麼可以這樣 一定要問 看來黃議員的意見 都應該是有罰則的 嗯